今天我们谈的却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 这就是人工智能如何参与线上购物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特殊之处在于 人工智能需要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当买卖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人工智能到底该站在哪一边呢 也就是该站在商家这一边 还是该站在我们消费者这一边 数据来到 自于普华永道新鲜出炉的 2021全球消费洞察 调查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 其他国家的消费者 比我国的消费者 更关心商品的价格问题 而且这并不是欠发达国家 拖了发达国家的后腿 即便是单独把中国与德国 法国日本和新加坡 这些发达国家相对比 这个结论依然是成立的 德国和日本理应对商品的质量 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 更关注才对嘛 然而报告却显示 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当中 对健康和生态环境关注最多的 竟然是我们中国的消费者 还有一个数据也很有意思 就是中国消费者 在所有国家中 对未来的经济形势表现的 最为乐观 我觉得这与我国比较领先的 线上购物环境 有一定的关系 此话怎讲呢 因为根据2020年中国电子商务报告中的数据 我国的电子商务交易的总额已经超过了37万亿人民币 而网上零售业务呢 也是达到了近12万亿元人民币 占比31.6% 我们的电子商务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我觉得就是物流发达 仅在淘宝这个平台上 就有超过上百万种商品 可以用低于10元的价格包邮到家 除了物流 线上购物还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商品 同类商品啊 往往有很大的价格梯度 供消费者选择 所以呢 我国的网民对于价格刺激 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 甚至呢 是有点而麻木了 上百万种商品都能做到10元以内的包邮到家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可能会不暇思索的回答 无非就是厂家直销 没有中间商证差价呗 很多年来 没有中间商证差价这句话呢 为线上购物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解释力 很多消费者也想当然的相信 工厂店直销的商品 确实就是自由价廉 无论是商家还是电商平台 都一直在为消除交易主力而进行着努力 为了提升买家的付款率 线上支付从最初的输入密码 变成了刷脸和指纹支付 再后来呢 干脆就开通了一个小额缅密支付 一个按钮就能直接买下 连刷脸都免了对吧 当买家长时间在购物网站上 反复尝试不同的关键词的时候 人工智能不仅需要理解当前关键词的意思 还要结合前面输入过的关键词 来猜测买家的真实需求 如果买家总是反复浏览同一类商品 人工智能就会尝试理解买家的想法 他到底是觉得价格不合适呢 还是觉得产品的颜色和款式不合心意呢 有了这些评估之后啊 人工智能才有可能调整商品排序 然后把买家最有可能成交的商品 放在他们最容易看到的地方 为什么当在线销售的商品越来越丰富的今天 严选内容电商直播带货的这类模式反而更加流行呢 原因正是信息的过展让买卖双方产生了新的阻力 对于消费者而言啊 与其在浩瀚的商品信息海洋中无力的挣扎 那还不如直接听从美女主播或者老罗的推荐说了 可惜啊 主播们只会优先出售对他们利润最高的东西 而不是优先出售你最需要的东西 人工智能在了解买卖双方需求的基础上 完全可以消除掉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让交易达成时就能够形成双赢的局面 那线上购物会变成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畅想一下 2031年的8月24日 有一天 这一天啊 是小丽的生日 也是一年一度的七夕节 小丽一早起来就急着去门口查看快递 果然 她如期收到了那个她盼望了三天的包裹 就在几天前 小丽收到了一条消息 原来啊 是国内最著名的时装定制工厂 申请获取小丽的体型信息 小丽呢 就回复确认了 原来啊 这个是小丽的男友小张 要为她定制一套衣服 送货时间就定在了七夕节的早上 虽然早就知道了礼物就是一套衣服 不过当小丽打开包裹的时候 她还是惊喜的差点而叫了出来 原来啊 这正是她最近着迷的一部网剧中 女主角穿过的一套衣服 她曾经在不经意间跟男友小张提过一次 说她喜欢这身衣服 没想到有心的男友 竟让这身衣服变成了 她七夕节的惊喜 到了中午 小丽早早的就吃完午餐 双手捧着手机在等待着什么 原来啊 她在等待一家购物网站 专门为当天过生日的用户准备的 生日五分钟活动 在这五分钟里购物网站会把小丽在过去的一年里最关注却没有购买的商品集结成一个心愿单 心愿单上的商品都会大幅度的降价 小丽只要在五分钟内完成付款就可以获得平日里难以得到的优惠 这是小丽的专属购物节 小丽的心愿单上总共出现了20件商品 大部分都是小丽真正想要的东西 小丽没有浪费机会 她买下了20件商品中的15件 而晚餐呢 这是小丽与男友的两人事件 丝毫不出意料 餐厅提前为小丽安排了风景最好的靠窗位置 还贴心的为她送上了一份生日小蛋糕 热爱美食的小丽被小蛋糕的味道打动了 她马上掏出手机 给小蛋糕拍了几张照片 你别误会啊 她可不是在发朋友圈 她是在委托她的购物助手 帮她采购制作这个小蛋糕的全部原材料 到了晚上 小丽回到家的时候 她就收到了一大堆的包裹 其中的15件来自于中午的新月丹 而另外的几件呢 则是制作小蛋糕的全部原料